大家好,我是Steven 很多人都知道我用精油用了超过十年 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些聪明的用法,令你更美满你的生活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美国的YouTube Program 这里大家会看到这位外国人是我们一位同事 他跟大家分享今天有三种用法 包括保护你的植物,或者是你家里的污染了的衣物,或者用具 以及一些看素的保抹,刚才说过的 首先看看如何保护你的植物 用15-20滴的佛和精油加进一个有水的喷污里面 喷一下你自己的一些深爱的植物的话 你会令到蚊虫远离你而去 如果你有些衣物,或者是一些银沫染了一些很横顾的污漬 两三滴的柠檬精油是绝对能够帮到你的 等它停留几分钟之后,找一块湿布去擦一下它 然后你会意上不到的干净 最后你买回来的一瓶剃酥的泡沫 你加两滴的檀香,两滴的芬衣草,然后搓匀它的话 你会有非常满意,非常满滑,令你难忘的剃酥的感觉 那我们这些Oil Hack的捷径,希望能够日后多些跟大家分享 做一个男士也好,女士也好,聪明地用精油去美满你的生活 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,留意我们日后各种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OK,拜拜!